夏教授 从川普总统 个人这个视角 您如何评价 这位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 对 说起川普总统 我相信争论会很大 不仅在美国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整个 就是个人和他的总统任期了 就是总统制了 那么把美国拉列了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华人世界里边 川普总统的许多的做法 和他的一些政策 也把华人涉取了 也给分裂了 所以在最近几天 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评论 那么有的是非常的挺川普总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华人有些学者 或者华人有些就是 无论是在民主运动里边的 或者在华人这些商界社区里边的 或者一些著名的政治评论家 那么他们都是非常力挺川普总统 当然了我对川普总统的看法 从他当选那天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当选 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没有投他 并不是说因为我认为川普就是一无是处 但是政治往往就是一个相比较而行 那么我认为了就是 希拉里了 克林顿了 尽管我认为他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相对于川普总统 当时的作为川普候选人的话 那我觉得希拉里 克林顿稍微要好一些 而且跟美国带来可能是 更多的预期上要更稳定更团结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但是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我同事也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那么法广问我 就说川普当选你怎么样预测 那么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价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没有投他的票 而且我认为他当选 是对美国总体来说是不利的 对世界的总体来说是不好的 但是我说了 因为川普总统了 他是在纽约长大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家了 三代了在纽约成长 所以我觉得了 纽约这块水土了 养出的一方人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会 就是即使他要令人讨厌 坏的话也坏不到哪去 所以我就觉得了 川普总统的当选 也应该看到他的几个亮点 就是在于 因为他不是我们所设想的 他是完全代表 就是说一个就是 我们不熟悉的一股力量 或者他的政策 要完全推翻 我们在纽约 或者我们在大都市 或者我们在就是一个 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陌生 是完全180度不同的 我觉得也不会是这样 所以现在来看 就是说川普了 他是一个两极的一个 就是分裂体 你可以看到 因为川普总统 他的我们如果看 待会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到 他的两极分裂体 表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就表现出 他的这个个性 他的性格上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川普总统 如果我们看到 过去一年的这个表现 首先来看他的性格和个性 他基本上把美国人民 带进了一个过山车的 这个惊险历程 这一点当然有的人认为 他做的也很好 但是我就在想 试想 如果你在坐在一个 就是汽车上 如果我是驾驶员 那么我如果无端的 在那个开车 那个给你们很多冒险 让你们提醒吊胆的话 恐怕我想你们也不会认为 我是一个好的驾驶员 尽管我还没有翻车 尽管我也把你送达到了目的地 那么我认为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用评价 那个川普总统 他的政策的实质 但是他的风格 就像开过山车一样的 把这个国家了 一天又一天的影像 各种就是戏剧性的 这种意想不到的 这种争论冲突 或者一些过失 或者一些戏剧性 或者一些非常就是滑稽剧的 这些丑劣的一些表演等等 那么我觉得就是从这点来看 我觉得从他的个性来看 他认为他是一个商人 他是一个媒体的这么一个宠儿 但是他把白宫 把美国总统制了 当成了一个就是戏剧场 当成一个上海大世界的 这么一个就是表演的场地了 那我觉得他这方面来看 是使得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总统制 我觉得是带来了伤害 那么如果我们从他的一些个性来看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作家 或者精神分析各种专家 那么也都是提出了警告 就认为川普基本上陷入某种精神上 可能有某种病症的这么一个就是危险的 这么一个境地 那么这里边呢 我呢在那个川普当选之前呢 我也读了一些精神分析方面的书 那么我当时也认为了川普呢 可能呢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就举这么三个例子 一个呢就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叫詹姆斯·巴伯 那么写了一本书叫《总统性格》 那么在这本书里边 他有两个指标 就是用一个总统呢 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总统呢 还是一个负面的总统 就是他这个到底是 比较就是这种激励的 还是比较这种负面的 比较就是优暗的这种 就正面和负面 另外一个呢 他是一个积极的 就是说愿意花大量的精力 进去那个工作的 还是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消极 非常懒惰的总统 所以一个就是 positive和negative 另外一个指标呢 就是active和passive 那么根据这个巴伯他的研究呢 就认为了 一个总统呢 如果他是那个positive 是正面的 同时又非常active 又工作很卖力的 这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幸运 但是如果一个总统呢 是那个非常的那个负面的 但是呢 他呢又是很懒惰的 也不想工作的 这对美国呢 也不会太来太多的灾难 但是呢 他说最危险的总统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整个性格呢 是一种 总统的性格呢 是一种那个负面的 是一种passive 就是negative 就是很肮脏 很悲观 或者很阴暗 但是呢 他的那个整个 能力了 他的这个整个energy 这个能力 这个能量的这个 角度来看呢 又是非常 不是疲倦的 要去工作的 那么 巴布尔他就认为 这么样一个总统呢 可能会对美国呢 带来最大的灾难 他就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尼克松 尼克松呢 就一种这种 一种自卑的心理 但是呢 他又想去证明 他自己的价值 所以他就是非常 那个辛苦的 要去工作 所以把美国呢 带进了那个水门事件 另外一个是 就是约翰逊 LBJ 林敦约翰逊 那么约翰逊总统呢 他也是一个 非常就是一个 性格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 但是他也是 不值辛苦的 要去拼命的 要去工作的 那么这样也把美国 带到了越战 所以根据 巴伯的那个预测的话呢 那么他就认为 如果根据他的预测的话 他就认为像 克林顿呢 或者就是像 奥巴马呢 这种呢 都是比较 也是积极的 也是比较 那个充满的精力工作的 那么像 如果我们现在看 那个就是 阿尔沃尔 那么他是比较一个 就是 负面的 但是又会是 比较积极去工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是美国 总统性格了 给美国带来的 各种不同的 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 川普总统呢 他正好是进入到了 巴伯了 他所担忧的 这么一个 负面的一个 就是 倾向的一个总统 性格是负面 但是又非常 有那个就是 活力 有这个精力 有充沛 要去干事情的 这么一个总统 所以对美国来说 我觉得他的预测 我觉得是非常 有价值的 另外呢 两个呢 我觉得也可以 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 剑桥的一个学者 他的名字叫 那个巴伦·废恩 那么这个就是 巴伦·废恩呢 写过一本书 叫《邪恶的科学》 那么他就 因为他是研究 就是病理学的 研究老神经病理学的 他就认为 我们的老神经呢 里面有某种病理了 有不同的那个倾向了 那么在这个整个 就是这个光谱上了 比如说像有的人 有自恋情结 像有的人有这种 就是患着这个自闭症 像有的人呢 或者有这种 社会变态的心理 像有的人 有心理上的这种 孤独正斗的 那么他那个 在他的这个研究中呢 就把人呢 就是列成了各种的 这个就是 不同的位置 像毛泽东 就有深度的这种自恋 或者权力狂 或者有那个 社会的这种迫害狂 其实呢 在他的这个 整个就是分析中呢 你如果把就是 川普了 那个放上去了 川普是典型的 一个自恋狂 所以的话呢 这种自恋情结呢 那么对他人的 这种情感的这种忽略 或者对他人意见的 这种漠视 或者就说把自己的 那个就是 个人的这种 情感的这种 快乐了 那么想象的最重要 而对其他的 到底他个人的 情感的快乐 会对这个世界 会对这个大环境 带来什么样的 一个冲击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的责任 和这个因果关系 那么这点呢 那么恰好是 那个川普总统 他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 我觉得从这本书来看了 你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川普总统 他的个性来说 对总统之乐 对美国政治 确实有一种伤害 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是 耶鲁大学的一个 精神分析的教授 那么他也拿到 神学博士学位 叫Bandy Lee 那么他呢 就是说在耶鲁大学 开了一个研讨会了 那么有27位 那个心理学家 心理分析专家 那么他们呢 就是也出了本书 就叫 那个川普的 这个就是 症状 那么这么一个 就是病例了 那么在他们的书里面呢 也分析到 就认为川普了 确确实实有一些问题 尤其从他的精神方面呢 从他的这个心理 各方面呢 尤其是进入到一个 70岁岁的老人呢 那么是不是他受到某些 包括像 就是老年病症 或者老年痴呆症的影响等等呢 那么这些科学家呢 都提出了一些担忧 所以了这个就是 最近呢 你可以看到 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那个川普了 进行的 例行的每年的体检 然后他那里边说 他说他的那个就是 精神状况呢 是非常好 他是一个 非常稳定的一个天才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这些呢 当然是会让美国呢 那个比较那个担忧的 所以从他的个性上来说呢 他的个人风格 他的心理这些 不健康的 或者就说 让人们觉得了 跟这个职位了 不相符合的一些东西了 确实了令人担忧 当然这里边呢 我觉得和他的职业 应该是有关系 因为他毕竟呢 是一个商人 和他的就是地域呢 也是有关系 因为他毕竟从纽约来的 因为我们在纽约 可以看到 纽约这个大都市的话 有很多250 或者就说就是jerk 那么虽然就说 有很多人就说 恐怕川普了的病 不是有什么心理上的病症 或者他就是一个jerk 那另外的话呢 可能和阶级了 也有关系 因为纽约呢 是一个著名的名利场 那么他的这些 老的这些财阀 老的这些社会精英呢 在这里边呢 是叛根错节 是那个根深了 就是业茂 而川普呢 作为一个 在纽约市里边的 就是这个 实际是外区 就是他是黄后区 这边长大的 要想进入到 纽约这个就是 曼哈顿的 这么一个权力 财富和荣誉的顶端呢 确确实实 他遇到了很多的阻碍 也遇到了很多的 就是排挤 所以川普这种愤怒了 这种从一个心腹了 那么想那个 挤身到这个老权贵 老那个就是富豪的 那个行列里边呢 他确确实实 也受到了很多的 就是这些排挤 所以他的这种愤怒 他的这种反抗 对现存的 这个就是世界的反抗 对目前的 既有秩序的反抗了 也就成为 他的一个特征 所以他在纽约呢 就不大受人喜爱 但是因为他有这种特征呢 恰好又使得 美国的许多底层的 或者美国许多失忆的 或者使得美国许多呢 对就是 看到外来的这些移民呢 对他们的工作 为他们生活方式 形成挑战的人呢 又有同样的 这种心理上的反应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从川普的 他的个人 和心理特征来看了 所以我觉得 他有一些 很多的就是 令人担忧的地方 但是因为他 做的所作所为 又使得美国 基本上一个稳固的 一个所谓的 川普的这个底盘 就是有35%的人 就是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 这样口无遮掩 那么这样的 对现成的秩序 尤其对老牌的 这些精英的权力秩序 对现成的制度秩序 进行某种攻击 把他当成像 唐吉赫德一样的 那么成为他们的英雄 所以你就看到了 那么当然川普总统了 那么他也有 他的一些价值 也就是说 他得到这个社会的 一部分人的 一个极高的认可 这就是他过去一年的 我觉得一个 总体的评价